这话呢 真不愧是我设计的游戏 简直绝了 哼 我是宋连丽 来到工作室的副博物 山海集团总裁 萧然宣秀 狗嘴 凑死吧 这 这绝对不是我 呆 你是何人 心肝喷喷你焦点 他不会真的有精神分裂吧 上操之神 走火入魔了 看来他把自己想成了 游戏里的角色 原本以为是技术大神 没想到 他有点神经 哎呀 男女手手不轻的 你会分裂出另一个人 只有你跟我接触之后 才能恢复正常 让你住下来 纯粹是为了防止你变身 好有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游戏的修复里去 这就一张床 你喝什么 热吧 要不上个厕所吧 萧然 热搜你怎么解释 蓝药的精神状态 一直被大众所讨论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一切安静就打电解了 游戏出bug了 我们的公司内部 有内鬼 游戏制作出现阻力 就是蓝药那边的问题 灵灵 一切有我 有一个方法 可以尝试 进入游戏内 打败宋重明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要一起进游戏 帮萧阳修复游戏 战斗开始 胆敢善入主 死 只要我拿到游戏的控制权 想派你来的 什么目的 看来我们是无路可退的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这某是天牢 老头 该送断头发了 别放弃治疗